现在在我们南方养兰花 如果说大家兰花出现有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换盆换土 因为这个时候是给兰花换盆换土的好季节 比如说我们的兰花出现黄叶了 或者是枯苗了 或者是大量的斑点交接 那么像这种情况 我们最好是给它换盆 这样的话才可以快速的解决这种问题 快速的控制这种问题 如果说我们的兰花出现黄叶 斑点交接太多 单纯的用药是很难控制的 那么像我这一颗的话 就不是太严重 只是有少量的黄叶 那么就证明它的根系有了一定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需要用上一点土壤杀菌剂二媒零 给它浇灌两三次就可以有效控制 当然如果说大家超过两年以上没有换盆的话 最好是给它换盆 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 因为这个土用的时间太长了 也会很容易滋生病害 我们给它换一些新的土壤 那么到后期我们更好养护 所以说大家的兰花出现以上问题的话 先不要考虑用药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状态 是否严重 严重的话可以通过换盆修根换土的方法来解决它 如果说轻微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大动干戈 那么我们直接给它用点这个二媒零 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好了 这期就不是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